举行的2015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单向决赛最后三个项目 首先双档项目的颁奖仪式 在结束的双档项目上 中和队是收获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 这样这次的所有的14块金牌的争夺全部结束 本届体操式锦赛 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他们共获得五金 两银 三铜 第二是中国 我们获得的奖牌数量分别是两金 两银 四铜 日本队这次获得了四块金牌和一枚铜牌 与日本队奖牌总数并列的是来自于英国队 他们是收获了一金 三银和一铜 那么我们请林超刊给大家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这一届十个底标赛当中 中国队和我们的对手 蓝队的日本和女队的美国队 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实力和水平 我总结一下这次男团吧先 我们的起平分还是占优势的 但是我们的一分就是说稍微的差一点 然后稳定性也差一点 但是我们的起平分还是占优势 还是说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女团项目这次中国队实际上 在四个赛之后 中国队因为牌子很靠后 所以呢大家可能曾经一度对中国的女队 在决赛当中能不能上领奖台 还有个担心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姑娘们这次非常争气 对她们那一场听说好像就失败了一个 发挥的都很不错 谢谢 所以说而且赛后统计 就中国女队的难度分跟男队 同样也是不输美国队的 所以我们最后回去要继续在这个 完成分上一分上下功夫 对我们一定要把稳定性放在第一位 然后一分放在第二位 现在日本队就是日本男队 你觉得他们在今年能够战胜中国队 获得冠军 他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起平分其实是没有我们高的 但是他们的义分完成得很高 所以说这个分数很高 有一种说法就是 其实今年的这一场男团的比赛 除了英国队 另外的两个队 我回去都要好好的反思 日本队也不敢说 他们虽然拿了金牌也不可能 他们真的这次就完成得很好 虽然他们这次拿到 他们不是以最完美的这个收官去拿的 他们也失败了三个人 我们也失败了 所以说都有竞争力的 所以说日本男团和美国 和这个中国男团在明年的礼物奥运会上 我们还是会再约架一次 必须的 对 因为毕竟直到现在为止 日本男团和中国男团都是世界男子 最顶尖的两支队伍 而如果日本队还是保持今年的这种市领赛 打团体的这种水平和状态 明年他们真的很难赢中国 虽然我们没有实现七连关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奥运会的三连关 中国队在08年北京奥运会和12年伦敦奥运会上 都是男子团体的金牌队伍获得者 明年在里约奥运会上 这依然是我们的梦想 不得不说到这次通过这次的市领赛 从男队来看 整个队体操项目的投入和他们的这种 国家队这个项目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因为据了解日本队在成功胜败了东京奥运会之后 他们现在是在这些奥运会上 在增加金牌总数上除了传统柔道这个项目 体操就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所以现在日本体操秘書长杜鞭 在领域奥运会之后还要进入来增加国际话语权 现在我们首先来庆祝中国队的友好获得的双杠金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次祝贺尤浩 同时也祝贺邓叔弟 为中国队在本届时赢当中获得了一金和一铜 好了观众朋友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2015年 世界超锦标赛 正在得颁奖仪式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是由林超潘和陈寅共同为您解说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礼约奥运会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